田迪夫人吴淑貞因为龙潭案被判刑定业 过完了元宵节恐怕就得要入监来服刑了 高雄地检署在过年后 有检察官把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人文首席 预计18号的9点钟 他就要到地检署报到 再搭专车送到台中监狱陪德医院来评估 儿子陈志忠发了声明稿 他呢说这是凌迟致死 还用这个可以说是入监服刑 等于是国家杀害吴淑貞来形容 前第一夫人吴淑貞女士即将入监服刑 时间就在元宵节隔天 检方没证实但也不否认 那至于详细的细节 我们不便多做说明 我们不予证实 我们也不予否认 吴淑貞的执行通知书 还是由检察官在过年后上班第一天 送到了人文首席 也顺便探视吴淑貞的病情 基于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考虑 那所以相关的细节 我们不便对外多做说明 原则上吴淑貞应该在18号当天 从住处出发到高雄地检署报到 为了安全起见 高医的医疗团队也会待命 检察官在简短询问后 随即搭专车走高速公路到台中监狱 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接手待命 最后由裴德医院评估 最快一个小时 慢则七天内 就可以决定吴淑貞到底要不要服安刑期 我们该检查的项目绝对不会少 那这个部分也请各位能够相信我们矫正人员的专业 对吴淑貞入肩服刑 陈志忠没出面说明 但发表声明稿言辞谴责 他说强行送母入肩 形同凌迟自死 形同国家杀害生命 万一三长两短穷尽一生 追究到底 陈志忠受到执行书后 目前还在和律师想办法解套 前第一夫人陆坚 吴淑貞将是司法史上第一人 中文新闻文传王家静 陈胜义高雄报道